据说轮胎爆炸的威力能让人伸手一触 并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视频 可爆胎真的能炸断人的脑袋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首先弄来了一辆货柜卡车 并让卡车的轮子压在小车的驱动轮上 这样只要启动小车就能让卡车模拟行驶状态 然后亚当用砂轮机打磨掉轮胎表面的橡胶 而吉米则准备对车胎进行加热 因为这样能让轮胎快速达到爆炸临界点 但由于没有粉丝愿意体验爆胎的威力 他们只能将假人摆放在轮胎旁边 紧接着吉米启动了驱动小车 但半个小时过去了 尽管轮胎的温度已经达到93度 但丝毫没有爆炸的迹象 之后亚当连接了高压气泵 可不久后轮胎只是发生了漏气 显然车胎并没有这么容易爆炸 于是吉米启动小车让漏气的轮胎高速旋转 看能否产生碎片让假人伸手一触 这次虽然很快有橡胶碎片飞射出来 却没有一块击中假人 那如果直接发射轮胎碎片 击中人体后又会不会造成致命伤害呢 下面留言组改变了实验方案 他们用车轮制作了一个发射装置 当轮胎碎片送进两轮中间时 高速转动的车轮就能将它甩飞出去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固定在装置前方 然后亚当启动汽车加速到64公里每小时 同时吉米将碎片送进了车轮 这时碎片不仅击積穿了中间的车窗玻璃 而且还将假人直接撞飞 之后通过检查时发现 假人的颈椎已经断裂 如果要是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 估计会轻一块子一块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来不及抓拍 可这种说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让大家避免开罚单 景米决定先用自己的老爷车进行测试 而眼前的这台测速相机 就是今天要挑战的主角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曾为财政创造了不菲的收入 当景米驾驶汽车 以极限速度冲破测速点时 毫无疑问相机清晰拍下了车牌 可见普通汽车很难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 考虑到给我点赞和评论的粉丝 都能开上蓝波金米 于是他们用超能力搞来一辆大牛 因为它的6.5升V12引擎 足以超越一般的家用轿车 但测速相机又会不会卖它的面子呢 这次将由亚当进行测试 亚当猛踩油门开始向前冲 尽管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但测速相机却清晰拍下了照片 金米认为亚当没有发挥V12的全部性能 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轿车的极限值 可依然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如果这都不能逃脱它的罚眼 那普通汽车更加不可能了 而为了找到测速相机的拍摄极限 最终他们向粉丝借来一辆速度更快的野兽好 它巨大的窝喷发动机能加速到480公里每小时 当专家启动车子的一瞬间 尾部就喷出巨大萌烟 然后以400多公里的时速穿过了测速点 这闪电般的速度终于让相机来不及反应 因为测速仪的原理是根据反射的脉冲信号来启动抓拍 而一旦车速超过一定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可尽管他们找到了逃避罚单的有效方法 但几乎没有汽车能达到这个速度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不要超速 据说QQ糖能当燃料发射火箭 因为软糖中含有大量凌胶 能在燃烧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可它真能让火箭一飞冲天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他们决定纯手工打造喷气式火箭 而普通火箭大致有顶部的液氧与底部的石辣构成 当火箭发射时液氧会穿过燃料柱点燃石辣 从而产生推力让火箭飞向天空 于是紧理找来空心的燃料柱 然后两人往里面塞满了软糖 由于软糖间的间隙可能导致火箭爆炸 所以他们又打造了第二代火箭 亚当将软糖放入烤鱼盆内加热 等融化后再倒入燃料柱进行凝固 这样里面就不会产生空隙 从而会让火箭飞行更加稳定 接下来他们带着制作好的燃料柱来到了火箭发射基地 并在专家的帮助下组装好了火箭 为了准确测量火箭的飞行数据 他们在箭头中安装了高度传感器 首先发射的是第一代QQ糖火箭 可它是否能顺利升空呢 等专家连接好点火线路之后 亚当在安全屋按下了发射按钮 这时火箭尾部开始喷出火焰 紧接着窜出了水果味的锡 而火箭却没有丝毫升空的迹象 那融化后的软糖火箭又能否发射成功呢 当亚当在此按下按钮的瞬间 火箭立即向上蹦哒了一下 然后尾部不断喷出火苗 但这次依然以失败告终 可见软糖火箭的推力还远远不够 吉里认为可能是软糖中的水分影响了燃烧的效率 如果将软糖熬制成干燥的硬糖 说不定就能成功上天了 于是他们开始制作第三代火箭 可实验结果又会怎么样了 接下来他们对QQ糖进行了熬制 以此来蒸发里面的水分 然而就当温度达到154摄氏度时 锅里刚突然发生了爆炸 吓得亚当举起双手就要投降 要是滚烫的糖将粘在了皮肤上 估计会有一点点糖 之后他们替换了铁锅继续熬制 成功蒸发掉软糖中的水分 每公斤糖燃烧能释放17000千焦的能量 而这只火箭被灌入了5.5公斤的糖 按理说能将火箭发射至上千米的高空 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等重新做好准备之后 他们再次进行了点火 然而这次火箭不但没有顺利发射 反而还把箭头给顶了出来 这时锅里开始怀疑可能是火箭结构出了问题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于是他们用标准的石辣燃料进行了对照 这次点火后火箭瞬间飞向了天空 但最终在200米的高度掉落了下来 而理论上石辣燃料能将火箭发射至6000米的太空 显然火箭的硬件确实存在问题 为此他们决定重新设计软糖火箭引擎 并且这次会将烘干水分的糖果碾成粉末 然后与氧化剂和粘合剂混合在一起 这样制作成的固体燃料就能瞬间释放巨大能量 可现实中又能让火箭飞出多远的高度呢 为了对比与传统火箭的动力差距 他们首先发射了一枚普通火箭 但按下发射按钮的瞬间 传统火箭快速冲向了天空 并最终飞到了1369米的高度 紧接着他们发射了软糖火箭 伴随着浓烈的黑烟 火箭同样瞬间飞射的出去 而通过查看数据时发现 软糖火箭最终被发射到了1125米的高度 这已经和传统火箭相当了 所以QQ糖确实能当火箭燃料 据说有个死变态将女孩的脑袋浸泡在液弹中 冷冻5秒后人头就变得冰块一样一敲就碎 流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决定找个铁粉进行试验 于是格兰打造了一个爆头机器 它能以450公斤的力道砸向平面 首先他们用冰块人头进行了对比测试 这时机器轻松一拍就将它敲得粉碎 那如果换成冰冻过的人头 效果会不会一样呢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为科学现身 他们只能用头骨和硅胶制作了仿真人头 并且它的物理特性与真人类似 接下来托瑞将人头浸泡在液弹中 等经过5秒冰冻之后 他立即将人头放在了台面上 紧接着格兰拉下了机器的释放绳索 尽管在巨大的冲击力下人头已经变形 但却没有像冰块一样炸裂 凯莉认为可能是5秒钟来不及将人头冻住 所以只要延长冰冻时间 说不定就能一敲就碎了 随后他们将第二个仿真人头放入液弹中 并且冰冻5分钟之后才取了出来 此时人头已经变得非常僵硬 而当他们再次启动机器时 这次表面的头皮瞬间被拍得粉碎 同时天灵带也直接飞了出去 这要是换成哪个幸运粉丝 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显然被冰冻后的人头确实更容易碎裂 但因为仿真人头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 为了直观展现破碎的情况 他们向自愿参加实验的二师兄借来的新鲜猪头 并且将浸泡时间增加到了15分钟 而当机器再次砸下来时 除了鼻子轻微骨折之外 猪头却并没有多大变化 所以冰冻过的人头根本没有那么脆弱 但即便如此也不建议大家尝试 据说有个小偷在撬开车门的时候 一不小心触发了侧面的安全气囊 结果导致开锁工具射穿了自己的脑袋 难道安全气囊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消防训练中心 并决定在这里学习如何撬开别人的车门 以便还原当时被爆头的场景 消防员利用没有安全气囊的车 为他们进行了掩饰 而在撬锁时 消防员会俯身在开锁器的正上方 如果此时安全气囊发生爆炸 撬锁工具很有可能会射向他的脑袋 可安全气囊爆炸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 接下来他们将气囊放在空旷地面 并在上面盖上了一个路锥 然后通过遥控的方式引爆了气囊 随着一声爆炸 路锥瞬间被炸飞到了半空 气囊在四分之一毫秒内完成充气 并且膨胀的时速达到了800公里 这还只是方向盘里的安全气囊 而侧面气囊的膨胀速度是他的四倍 甚至能将路锥炸飞至15米的高空 显然气囊爆炸的威力足以让撬锁工具射穿头 但由于谁也不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凯莉只能在玩具店买来仿真头 为了模拟脑袋被射穿后豆腐脑飞进了效果 她将中午吃剩的红油面条塞进了头补中 然后胶上组织替代胶做成了仿真人头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手臂 通过遥控就能模拟小偷撬锁的动作 那么这样真的能引爆气囊射穿人的脑袋吗 下面留言组借来的一辆报废汽车 虽然看起来有些惨不忍睹 但幸运的是侧面气囊依然可以正常处罚 可撬锁工具能否让气囊爆炸呢 下面他们将机械手安装在车门旁边 并且把撬锁工具从车窗位置插入 托瑞将偷车贼摆放在工具的正上方后 格兰控制撬锁工具开始来回摩擦 但一番操作下来气囊并没有发生爆炸 此时配合实验的专家就开始发话了 原来安全气囊并不在车门外侧而是在车内 但这个老六名知道大家在做无用功却没有提醒 气得格兰瞬间想要骂娘 可见按照这种方法是不可能触发气囊的 那如果小偷脾气暴躁狂踢车门 是不是就有可能引爆气囊呢 于是托瑞打造了一个自动踢腿装置 并将力道调整为正常人的最大值 之后他们重新布置了假人和撬锁工具 但当托瑞启动踢腿装置后 气囊并没有发生爆炸 随后他们将力道调整为原来的5倍 尽管这次装置的腿都被踢弯了 可气囊依然没有爆炸 显然以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触发气囊的 于是他们决定以遥控的方式直接引爆 虽然这次气囊成功弹出 但却是朝着车内的方向膨胀 所以假人是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的 由于老六的做法让他们十分不爽 凯莉决定爆掉假人的头颅来消消气 为此托瑞将撬锁工具装进了空气泡 然后对准假人的下巴 随着格兰的倒计师归零 撬锁工具直接掀起了假人的头盖骨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别人的汽车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